民生去辦桌遊戶口 这一次的选举是第一次 三合一的选举 当时要决定这个选举的时候 担心跟争议 但是我们总结了说 为了节省社会成本 那么我们每一年 都有一次以上的选举 对社会来讲是负面的 对经济发展也是负面的 所以我们决定了这一次三合一的选举 那么今天非常感谢 在当主委 所有工作同仁 治安单位大家的努力之下 那这个投票到现在为止是蛮顺利的 很顺利 那 废选方面 大家所担心的 我们感觉今年的废选 是比网友少 至少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那我们侦办起诉的案件也比较多 那这其中当然也有一些有争议 当事人有争议 那这些少数有争议的个案 我们以后可以再检讨 但是呢 就整个社会来讲 我们这个费选大量的降低 这是一个好现象 那三合一选举能够缩密几旋 我们不但节省这个选举经费 也节省很大的社会成本 那这一点 特别在这里 向所有为这样的一个活动 互出的各位同学 感谢 感谢 感谢